第二十一题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选项B说此 实验反应物与生成物质量不守恒这当然是错的 我们的所有的化学反应都会遵守质量守恒定律 选项C说此实验不是氧化还原反应 我们看方程式就是有人得到氧有人失去氧 当然就是氧化还原反应所以选项C是错的 选项株 此实验只有还原剂没有氧化剂这当然也是错的 有氧化就会有还原所以有氧化剂就会有还原剂 选项就是错的 那选项A才会是对的 此实验可以证明人类尿域中含有零 因为他是从人类尿域中提炼得到零的 所以当然根据我们的所谓的原子说 所谓的物质不命的定律 能够从人体的尿域中得到零就表示 人体尿域中是含有零的 所以第21题我们说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择是A 此实验可以证明人类尿域中含有零 咱们的潜在约的尿域中含有零